大家好,欢迎收看临基础议员教育视频 我是徐彻,大家如果想看高清版的话 因为有时候上传一些网站它会压缩嘛 所以大家想看高清版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这节课我尽量讲的通俗一点 尽量讲通俗一点,让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 好,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建一个windows窗口程序,点确定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它是可以随意调整的 对吧,它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或者说它的窗口是可以随意调整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这边有一个 我们可以给它,就是这个窗口的这个名字 我们那边点标题,然后它的名字就是 它的名字,我们叫第一课,好吧 第一课,简单 简单,小程序,对吧 第一个我们一个简单的程序 好,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添加 这个它是,这边是组件 然后大家可以添加图片 或者说是标签 然后按钮编辑框 对吧,大家可以过去自己摸索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先添加一个图片吧 因为,对,添加一个图片 我看,图片我们选一个 我把我的微信号放上去吧 好吧 把我的微信这个二维码放进去 然后点确定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它是非 就是,只显示了一点点 其他地方可以看见 但这边只显示了一点点,对吧 不是,就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看见 其他看不见,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显示方式 它有,对吧 图片居左上,缩放图片,图片居中 我们可以点,对吧 或者说缩放图片 或者说是,像我这个就选图片居中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这边 我把它 好 这边 这个图片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然后我们这边 一个简单的小程序 放这图片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 有事的时候可以来问我 然后过来问我就行了 好吧 这个软件呢 大家可以找地方购买 然后 新手的话也可以 先去 弄一个破解版的 我这个就是破解版的 但是,还是提倡大家知证版 对吧 毕竟是我们 中国的一个编程语言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 尽量知证版 大家如果真正的想做这个的话 想学习这个的话 好 好 我们这边按钮 我们在改名字 改成确定 好吧 确定 好 一个简单小程序 我们这边写这些一行代码 好吧 就是按钮一 子程序按钮一被单击 被单击以后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 信息框 对吧 信息框 然后 然后 老师 微信 28658 28061 是吧 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括号和这个引号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先试着运行一下 看 它后面会自动补权这些 然后我们这个小程运 我们点确定 对吧 老师微信 然后我们把它编译出来 是吧 然后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小程序是吧 好 你点确定老师微信是吧 好 这边是我的微信号 大家可以去摸索一下 好吧 好 我们删除它 我们 嗯 怎么写呢 我们 给大家 点击 给大家介绍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命令 两个命令 就是这个如果和如果真 对吧 如果 好 对 我们现在这边加一个编辑框 好吧 然后我们按钮一被单击之后如果编辑框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直接点这个 英文的 对吧 内容 哪去了 内容 等于 老师微信 是吧 老师 老师 微信 是吧 然后我们的信息框 信息 框 提示 老师微信是吧 信息框 信息框 提示什么呢 对吧 信息框 我的微信 大家可以 也可以加这个微信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加这个微信问我的 好吧 好 如果编辑框1的内容 等于老师微信信息框 他就提示 我的微信号 对吧 我们先运行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比如说编辑框 老师微信是吧 然后我们点点确定 对吧 他信息框 就提示我的微信号 是吧 好第二个是如果真 啊 我们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小程序 比如说我们这边 是吧 这边有一个标签 然后 需要 我们需要两个编辑框的 好 好 标签 对 这边是一个编辑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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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边是第二个 好 他是 第一个编辑框 第二个编辑框 对吧 把它 调成一样的 好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标签 这个我们改成账号 对吧 第二个 改成我们的密码 密码是吧 然后密码 然后确定对吧 然后我们的写代码 就是 这样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如果真 如果 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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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大家写的时候把这个可以调成英文 然后对吧 像直接说它首次我们编辑框 对吧 然后 然后 1 内容 等于 空 对吧 然后 我们想想 信息框 对吧 信息框 不好意思 信息框 对吧 提示 请输入你的账号 请输入你的账号 对吧 如果我们 然后 不知道什么 发 发挥 对吧 然后 如果 这 编辑框 信息框 的 内容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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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是吧 好 我们的信息框提什么呢 对吧 信息 信息框 请输入你的密码 你的密码 对吧 密码 对吧 是吧 好我们再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我点运行之后它后面会自动的补上一个东西对吧 好我们 比如说我们确定 对吧 请输入你的账号 对吧 好我们账号输入之后呢 自带确定 它就不会出来 请收入你的密码了 怎么回事 是吧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这边 好 再给大家重新 看一遍 对吧 好它 它这个如果针 它是向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它向下执行的 对吧 好我们 这边 在这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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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 把它 在向下执行 然后 编辑框 2 的 内容 等于 空是吧 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引号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 信息框提的是什么 信息框 请输入 你 哪去 你打上 请输入 你的 密码 密码 对吧 是吧 是吧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再点击运行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点击运行 然后我们比如说编辑框1有内容 对吧 它会 请输入你的密码 对吧 如果我们编辑 编辑框2 有内容的话 它会只输入你的账号 对吧 是不是 然后登录 好 好 今天给大家主要就是介绍我们的两个命令 如果 如果真对吧 然后到这边 啊 再继续向下执行 如果 真 结束 结束 是吧 结束 结束 好 我们再来 好 把 写出你的账号 写出你的密码 怎么回事呢 结束 结束之后 它会 然后 信 西方 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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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们再开始运行 比如我们满足两个条件了 对吧 我们的账号和密码都输入了对吧 好 我们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的新一框 它提示登录成功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只输入密码 它就 请输入你的账号 对啊 又出来登录成功 没有吗 这个 再给大家介绍 如果真 编辑框 一的 内容 等于 一二三三二一对吧 再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